大批援警及介事小组不敢大意 火速进到台东美术馆内 不放过任何可疑空间 仔细地毯是搜查 因为馆方22号中午 竟然接到恐吓邮件 信件内容提到 馆内已经放置了4颗炸弹 如果下午5点前 没交付8000万元就会引爆 馆方吓到了一个报警 后续经警方搜索 初步排除有人放爆裂物 为了安全起见 那我们今天下午还是闭馆 在做全面的 在做一次的清查 狂样是被诈骗 香喷喷的鸡蛋糕出炉 老板娘接到大订单 对方自称是学校总务主任 不过当鸡蛋糕做好 送到校门口时 才知道被人恶作剧 一样是打着学校名义 要订购大量释迦 老板娘开始检果装箱 但女儿忽然察觉是有蹊跷 传来的时候有点奇怪 然后我刚才有刷到同学的通知说 最近有这些事情 然后再联想到 然后马上传截图给妈妈看这样子 然后妈妈就要去跟学校主任确定一下 然后就发现是诈骗 目前至少三家以上的学校 被人冒名恶意气单 校方也提醒商家 可以直接打电话查证 避免商当受骗 接着张中文成功与台东报导 我是王一仲 新闻的产业带给我满满的使命感 不论是贴近民生的议题 或是国际的话题 我都能够精确真实传达 最完整的资讯给各位观众 当然更多的新闻 请锁定中式YouTube频道 记得按赞订阅分享 并开启小铃铛喔 请不吝点赞订阅分享